本集节目由有序科技赞助播出 选择有序 安全永世 海康威视 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科技公司 从最初的影像压缩板卡制造商 到今年推出AI人工智慧云端平台 全球员工高达2万人 研发团队占了8000多人 每年推出创新的强大科技技术 开始引领全球监控趋势 成为全球监控领导品台 近年 海康在台湾透过成创科技 有序科技 商品科技 黄生科技 以及今年加入的蓝鸟科技 在台湾取得亮眼的销售成绩 也因此成为台湾安防品台 单元报导的首选企业 海康威视在四年前 它刚好有一个契机 就是由类比转高清的部分1080P 那这个地方它在技术领先上面 足足领先了市场大概半年 所以我们海康辖着技术领先的优势 所以在全世界乃至于台湾 都有不错的一个销售成绩 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 三支摄影机里面就有一支是海康威视 就是它产品稳定度来讲 都是在一个水准之上 所以对我们一些工程商 及经销商的销售来讲 会省去很多的一个 后续的维护成本 因为它在质量还有技术上面的领先 让我们在销售上面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而且让我们的业绩能够蒸蒸日上 因为海康的这个产品 它的质量非常好 各个经销商都是有目共睹的 根据国际权威市场调查机构 IHS结果显示 海康威视在全球监控市场市占率 高达19.5% 连续五年蝉联全球第一 这遍布全球的监控品牌 遍布世界各地各个应用领域 从各个机场 政府大楼 地铁等重要基础设施 都能看见海康威视的监视系统 今年 海康威视更强化了 AI人工聚会平台 从车牌辨识 到能自动辨识 司机是否在滑手机 人脸辨识技术 甚至能辨识到体型 肤色 电视的功能令人惊艳 成为全球首家推出 AI智慧云的监控厂商 今年其实最大的亮点是AI了 因为在AI Cloud的这个大的平台架构下 海康发布了一系列的硬件产品 以及软件产品 包括现在身后可以看到的 人脸 人证 人数统计 以及车牌辨识 黑光摄影机 AI Cloud平台是海康威视自己提出的一套整体的架构平台 它包括了边缘阶点 边缘域以及云中心 我们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边到云 实际的应用感知到实际的识别 之所以海康提出AI Cloud这个方案 其实我们是针对全球整体 在AI这个智能大时代下 有诸多的要实际解决的应用的问题 包括比如人脸辨识 车牌辨识 然后人数统计 以及人证相关的大数据 很多的实际应用 AI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说智慧交通是首要的一个应用 应该也是最直接 最能体现我们AI的能力的 再有就是智慧城市 在随着这个AI走向大众普及的时候 所以到智慧零售和其他的一些应用里面 也都会有广泛的一种使用 海康威视在台湾最强打的产品项目 区分为两个部分 一为IP网络监控系统 一为TBI类比高清监控系统 两种系统在台湾都表现出亮眼的销售成绩 海康对于IP基本上是建构在AI这个大的框架下的 我们主要的概念是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从前端的IP摄影机到后端的这种平台到存储 其次就是TBI TBI其实上是海康在通路产品上一个主流产品 那我们一般最核心的还是基于产品的 我们希望能持续给台湾以及全世界的安防朋友们 能提供的是更高清更智能更易用的这种系统 所以在TBI部分是主要集中在产品上 海康威视在台湾监控的通路市场上 掀起的这一波风潮 除了产品本身性价比高之外 更因为各地区代理商的售后服务到位 也让工程商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当初我选择海康的理由是因为 我们其实装设了很多的监视设备 那后来我们发现到它的情况是因为说 发现它的解析度还有在应用层面上面 比一般我们常见的一些牌子都更好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它在一些软体的后续处理或整合性上 以及update的一些功能上面 我们在台北这些的行销上 都能够给我们很充分的一些资源跟协助 产品好 就会有人透过各种海外管道买产品 也就是所谓的平行输入 但就像一般家电一样 从海外购买的产品 在台湾使用或多或少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发生 那么海康卫视作为在安防领域 持续的连续五年的全球第一 我们是一直有自己的坚守的 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想向在台的所有的合作伙伴呼吁 请使用正版通路上的海康的产品 加强在台管理 然后持续给大家提供更高CP值的产品 再有就是我们今年已经在规划 在台建立授权的维修服务中心 以更好的姿态向在台的朋友提供支持 海康卫视这热销全球的领导品牌 持续创新 持续前进 也将成为台湾本土监控厂商 所引为借尽的标杆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